我是林语 也是何家荣 614集 放我们一马 楚云玺听到这话猛然睁大了眼睛 宛如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一般 随后她吃笑一声 眼中涌起了一种无尽的鄙夷之色 她鸡声说道 你他妈的才不当叫花子几天啊 就跑来老子这里耀武扬威 在京城混出点名气来 真以为自己多么了不得是吗 告诉你 你在我们楚家眼里 不过是个运气好点的跳梁小丑罢了 只要我们楚家愿意 随时都可以像踩死一条臭虫似的踩死你 她话音已落 原本隔她数米远的林宇突然间已经站到了她的跟前 她不由猛地一惊 未等她反应过来 林宇手陡然间闪电般地抓了出来 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 楚云玺身子剧烈地颤抖 她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脖子上宛如扣住了一条坚硬的钢筋 顿时她呼吸困难起来 她一把伸出手抓住林宇的胳膊用力地拉拽了起来 但是林宇的胳膊宛如牢固的石雕一般的纹丝不动 楚云玺顿时感觉到呼吸无比的困难 嘴巴陡然间张大 她很想对林宇说什么 但是她只能张张嘴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而这一刻林宇面沉如水 深邃的眼眸中似乎带着一丝寒意与不屑 是的 是不屑 对于这种神情楚云玺很熟悉 因为这种神情是她经常对别人表现出来的 没想到林宇今天对着她表现了出来 楚云玺眼睛睁大 又惊又恐 身子不知是因为窒息还是因为恐惧 竟然宛如筛糠一般地颤抖起来 与她刚才那种遗旨气使 不可一世的神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随时可以踩死我吗 那你现在倒是踩了 来啊 林宇眯着眼睛 眼中泛起了一丝金光 声音冰冷无比 她知道 就是因为自己太低调了 忍让得太厉害了 才让这些京城大家族 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 一个楚云玺 也配跟她相提并论 看着林宇森寒的眼神 楚云玺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 她张大了嘴巴 几乎要憋死了 哪儿还能说出话来 她快速地拿手拍拍林宇胳膊 显然是已经腐软了 怎么了 楚大少 你这是在跟我求饶吗 嗯 林宇挑了挑眉吗 楚云玺此时憋得都要翻了白眼 立马用力地点点头 林宇剑再掐下去 真的就把她给掐死了 冷哼一声 这才将手放开 楚云玺立马一把捂住自己的胸口 低着头用力地咳嗽几声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感觉自己仿佛是从鬼门关走了一圈一半 楚大少 林宇扫着她一眼淡淡地说道 现在请你告诉我 谁才是臭臭呢 楚云玺低着头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没说话 也没有去看林宇 紧紧地咬着牙冠 眼神中迸发出了一股无尽的恨意 她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 敢如此对她这样不敬 楚大少 我问你话呢 林宇缓缓地躲不到窗前 发现楚云玺这个办公室位置还真好 几乎能俯瞰小半个京城了 不过可能是因为楼层太高的原因 雾气也很重 楚云玺 我先生问你呢 你这条丑丑怎么不答话呀 不成此时也冷冷地扫着楚云玺鸡声说道 她心中畅快无比 鼎鼎大名的楚家大少又怎么样 我们何先生可不是想欺负就能欺负的 不过她话音一落 外面顿时传来了一阵骚动 紧接着身着黑色保安符的数十个身影 宛如潮水一般地从门外涌进来 楚云玺看到面色陡然一喜身子猛地窜起来 迅速地冲到人群当中 因为恐惧 她冲出去的时候脚都是软的 差一点一个亮枪扑倒在地上 不过好在离人群很近 她身子这一抢反倒是立马抢到了人群里面 一帮人立马伸手扶住她 诶 楚大少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楚云玺这才长出口气 内心不由的情形 幸亏自己有先见之明 在自己的办公桌上面 安装了能够连接保安部的报警系统 这个报警系统自从装了之后还真没用过呢 因为从来都没有人有这个能力 或者说是胆量敢冲进总部来威胁她楚云玺 所以今天听到这报警铃之后 安保部的人便知道有大事发生 不顾一切地冲上来 而且是清朝出动 楚大少 你这报警系统还真的挺好用的啊 林雨见来了这么多的人 反倒没有任何意外 笑眯眯地回身说道 其实在楚云玺偷偷按下捉下报警的时候 她就已经发现了 楚云玺神情一争 显然她有些意外 没想到林雨早就已经注意到了 她这个小动作 不过她内心好奇 既然林雨知道她在叫人 为什么不阻止她 为什么刚才又要放开她 不承蒙地一步跨上 手中已经多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冷声说道 又来了一群送死的 在她看来 这群保镖根本就不足为据 虽然看出来 这帮人的能力不一般 但是跟那天晚上那些顶级雇佣兵相比 水平还是差的 不是一心半点啊 不大哥不用你出手 你这几天没怎么好好睡觉 坐下去休息休息 林雨缓步走过去淡淡说道 先生我没事 不承冷声说道 你去休息吧 我和楚大少之间的事情 我自己解决 林雨再次沉声说了一句 不成这才收起了匕首退回去 何家柔 你未今允许 私自闯入我们公司 以及我的办公室 而且还想谋害我 我们的保安就算杀了你 也属于正当防卫 楚云喜面色猙獰 满脸恨意瞪着林雨 冲身边的人冷声吩咐道 上 给我弄死他 谁弄死了他 奖金一百万 一众保安 听到了这话 顿时都激动了起来 既然可以不用承担责任 还有奖金可以拿 自然是群情激昂 跃跃欲试 说吧 他们大吼一声 立马朝着林雨狂奔过来 此时林雨的身子 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而且这帮人冲过来的攻势 又毫无章法 所以林雨根本没把他们当回事 身子骤然间掠过去 仰手便放到了最前面的两颗 随后 身子便扎进了人堆里面 只见他脚步起快 几乎是幻化成了一道人影 楚云喜看到林雨 有如此惊人的身手 心头猛的一颤 他终于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 林雨能够杀出重围了 他也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与他齐名的张艺红 会被林雨打得满地找压 他知道自己留在这里可能会很危险 所以立马摸到了门口 转身就要往外走 但是他一回头的刹那 突然看到了一个身影 站在了他的面前 等他抬头看到林雨之后 吓得身子猛地一个哆嗦 满脸惊恐地望着林雨 宛如见鬼了一般 楚他少 你这是要急着去哪儿啊 林雨笑眯眯地望着他 门口 他在门口 楚总别害怕 我们保护你 此时楚云喜身后的一帮安保人员 左右张望一眼 才发现林雨不知道什么时候 冲到了门口 立马大吼一声再次冲上 不过 他们还没有冲到楚云喜的背后 林雨已经再一次地 一把掐住了楚云喜的脖子 冷冷说道 谁再敢上前 我就掐死他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